狼队姐姐真的收图骗钱了吗 最近官方不仅回应了 同时也将其聊天记录账号爆了出来 大家看后一定要注意了 经常关注kp条重庆狼队的都知道 狼队姐姐是编路fly的替补选手 气势力毋庸置疑 虽然上场打kp条的机会非常少 但是上赛季被逐介到k甲 也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可就这样一位知名的职业学手 竟被爆出收图骗钱 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其中一张聊天记录中显示 所谓的狼队姐姐在与他人 正聊着以收图的名义 收取网友的钱财 400 700 972不等 而且他的账号资料 看起来也非常真实 分别标有kp条职业选手 狼队姐姐等一系列信息 似乎还有一些认证的标 而有了这样一连串的证明后 很多粉丝就对此人非常信任 最终当前交易过去 没有达到粉丝期望的结果时 这个骗子的名声 就扣在了职业选手姐姐的头上 导致无门投诉的粉丝 只能在网上报告 而当这件事被俱乐部重视调查后 狼队官方给出了回应 辟谣了此事 这个骗子实际是冒充节节的骗简 所以小伙伴们可要插两双眼 千万别骗 对此你们被网络上的套路骗过吗